最近在暗時 運動差很多 在去是一個漆程 很多人都感覺 手衛都亮亮 最近網路就在團說 用政頭武功來市中債 這樣來來回回做幾次 出來突出氣 比較不會怕 漢醫說的原因就是因為中債 是新保鏡的起點 那是市中債 就是可以增加火的存款 對火的存款真有幫助 其實也說就是 每個政頭武功 也有出政頭 都有特別的保健效果 手衛冰冷時 很多人會拿出 軟軟包 燙燙的燙燙 但其實你不需要這麼麻煩 不然對火的手衛冰冷的屁股 就是吃手衛冰冷 但要吃到一支手衛冰冷 是有效益的 想要不怕冰 吃中債最好 其實我們中指是我們新保鏡的起點 因為它就是包在我們心臟外側 所以說有時候 胸悶 血流 循環不好 或者是說 基本上在這個手腳 然後冰冷上面這個部分 它有幫助 原來醫中醫的論點來看 每一支手衛冰頭 其實都有創補保健的秘密 新保鏡就是心臟外面的部門 起點在中債 所以來刺刺燙燙的就能很健康的循環 下降這個控制的能力 如果跟心臟有關 還有未知的發尾 心境來刺刺燙燙的 可以來修改這個行李箱的問題 大股目是對著這個血鏡 理箱對著大腿鏡 如果未理箱是三家鏡 主要是關靈巴 痰子宮或者是握 身 握 放 握 放 這些來幫助它末梢的血循環 基本上我們會從五分鐘 十分鐘 十五分鐘 慢慢增加 沒問題就能來電這個手衛冰頭 就有保健的功效 但是醫生提示 這只是平常保養的消費物 如果是真的不適合 電手衛冰頭是沒辦法在賣 那時就要趕緊來看醫生 記者 中學報道